花蓮市明里路和林森路口上至桥北侧国光里 里民活动中新周边大约有1.79公顷的国小用地 在变更花蓮都市计划案 要变更为商业区1.07公顷 广庭用地0.43公顷 还有0.29公顷的公园用地 引来当地占用户、承租户的极大恐慌 县远李秋旺也召开专案会议 邀请了县政府地震、建设、财政处的单位 向当地里长魏阳静还有数十位的居民来做说明后续的作业 为花蓮市明里路与林森路口上至桥北侧 国光里里民活动中心周边的1.79公顷的国小用地 在变更花蓮都市计划案 将变更为商业区1.7公顷 引发当地居民占用户路承租户其他的恐慌 为了进行协调的工作 先演离秋旺并且召开专案会议 邀请花蓮政府和当地里长 以及里民说明希望能够找出公布门 找出方法不要影响到市民们的权益 变幕前的各位方式 不然你找一块地 疑地疑地嘛 我现在用几屏 你换几屏嘛 刚刚里长第一位就这样说嘛 你不知道有听到没有 有没有 大姐 你有听到没有 因为我刚才知道 对不起 所以我现在就是说 你一开始就这样说嘛 想办法找一块地 一地一地 让我们有法度去去 保障区 坦白说 有缓了 买去换的地也换来 重划 对啦 我就是要让我们的市民了解 重划就没有安置计划 那是用市地重划 就没有所谓的安置计划 是这个意思吗 对 而在会议上 先议李区王也决议出两项建议 第一 花园市都市计划 进一案 变更案 本案开发之后 虽然能够增加县府的裁员 不过将会影响到国防里面 县租户的潜域 第二 就建议一案开发计划 在县府提出明确政策之前 应该提出县租户的个案 安置计划 并且在县租户沟通之后 再行开发处理 接着请问黄小伯老 接着请问黄小伯老